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是哥哥 你過來看 這個基隆的小朋友 他寄過來 他說我們偏心耶 偏… 為什麼偏心 沒有啊 因為他說我們有介紹 台灣的西海岸 還有台灣的東海岸 可是就是沒有介紹台灣的北海岸 小朋友想要認識台灣的北海岸 所以就說我們偏心耶 原來是這樣啊 好 這位小朋友不用心急 而且瘋狂博士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喔 因為今天瘋狂博是我啊 就要跟你們介紹台灣的北海岸喔 真的嗎 哥哥 你曾經告訴過我們啊 台灣的東 南 西 北的海岸 都不一樣喔 那你今天要介紹的台灣北海岸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啊 當然有囉 台灣的北海岸啊 主要的地形是屬於 沉降海岸喔 沉降海岸 哥哥 意思是說 海岸會沉下去喔 那這樣子住在海邊的人 不就很危險耶 嫖嫖嫖妹妹 不是那個意思啦 沉降海岸啊 指的是海水會上升 陸地會下降 所以啊 會形成許多像是 甲角啊 谷灣 溺谷 或是海石等地形 而且啊 台灣的北海岸 還是台灣全部海岸線中 最曲折的喔 另外啊 因為 聽 哥哥 你一下子講那麼多 小朋友怎麼會記得起來 小朋友 對不起啦 等一下 瘋狂博士來慢慢解釋給你們聽喔 不過啊 你們千萬不要以為 這是很複雜的事情喔 其實啊 它是非常有趣的呢 對啊 哥哥 那我們趕快去聽 有關台灣北海岸的小秘密吧 好 各位小朋友 跟著瘋狂博士一起坐 來 耳朵拉起來 眼睛張大 來 各位小朋友 我們豎其耳朵 張大眼睛仔細看喔 出發 嘿嘿 各位小朋友 你們還記得嗎 瘋狂博士我啊 曾經教過 台灣的東海岸是屬於 斷層海岸 台灣的西海岸呢 是 堆積海岸 今天啊 瘋狂博士我呢 就來介紹台灣的北海岸喔 台灣的北海岸啊 最大的特色就是 沉降海岸 沉降海岸呢 指的就是海水會上升 陸地會下降喔 而且啊 在我們台北縣的北部 還有基隆的海邊 全部都是屬於這種 沉降海岸喔 台灣的北海岸 東起三叼角 西至淡水河口 海岸線長約85公里 和北海岸相接的海洋啊 我們稱為東海 在北海岸呢 我們可以看得到 很特別的地理景觀喔 包括有蜜谷 谷灣 甲角 島嶼 和海實地形 當海水淹沒沿海陸地 河流的下游就會沉入海中 使得原本很長的河流變短了 這種河谷啊 我們稱它為溺谷 此外 當原來的山谷被海水侵蝕 形成鋸齒狀的海岸線 我們稱它為谷灣或甲角 台灣北部的基隆港 和南方澳漁港 就是屬於谷灣 以及甲角地形的海港喔 另外啊 若是海水進入陸地的水量太大 把原來陸地上的山給淹沒了 只剩下山頂露出水面 就形成了島嶼 各位小朋友 瘋狂博士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台灣的北海岸喔 而這裡的海岸線啊 也就是最容易受到 海水侵蝕的地方 所以啊 在台灣的北海岸 有相當明顯的侵蝕地形喔 例如在台灣的野柳 就有相當有名的 海食平台 海食椰 豆腐鹽等等 另外啊 還有許多被風侵蝕的風蝕地形喔 像是有 菌狀鹽啊 蜂窩鹽等等 小朋友啊 聽了這麼多美麗的奇形怪狀鹽時 是不是很想親自看它一眼呢 建議你們 不妨利用假日的時候 來台灣的北海岸玩一趟 另外啊 在台灣北部的濱海公路上 還有許多美麗的觀光景點呢 各位小朋友 說到這裡啊 相信你們對於台灣的北海岸 一定更多認識囉 走吧 現在啊 我們就要請到瘋狂地理巨的大哥哥 大姐姐 用表演的給你們看喔 小朋友 讓我們一起張大眼睛 豎起耳朵 仔細看喔 因為海水上升 陸地下降的關係 一條小河被海水淹沒了 使得原本住在河裡的小蝦子 因為找不到家 而在大海裡流浪 大海裡有很多可怕的大魚 游來游去 小蝦子很害怕 還好啊 遇到兩隻可愛的小魚 一隻叫丁丁 一隻叫當當 牠們成為好朋友 讓小蝦子不再害怕 繼續去找回家的路 黑白 嘻 黑白 嘻 男生女生配 Yeah What you know 不公平啊 你慢出 我們再一次 好啊 沒關係 那就再一次 黑白 嘿 男生女生 嘿 Yeah 我又贏囉 今天我就是老大囉 老大 對了 忘記跟小朋友介紹 我是最可愛的丁丁 我是當當 我們就是叮叮噹噹噹 我們是同班同學喔 我們住在台灣的北海岸 我們是最可愛的魚 對啊 我們剛剛下課了 現在要準備回家去囉 對 要回家 那走了 趕快回家囉 走 等一下 我是老大耶 你怎麼可以走在老大的前面呢 是的 老大 請 嘿嘿嘿 當老大好神奇 好恐怖喔 等等 你去看看 那是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要我先啊 我是老大耶 對不起 請問一下那個 不要請問我 你問他啊 你去啦 我是老大 我現在命令你 你去問他 你是誰啊 你在這裡幹嘛 你們兩個不要害怕啦 我是一隻小蝦子 所以全身都綠綠的啊 原來你是隻蝦子喔 我還以為你是什麼 因為你長得跟我們不一樣嘛 我還以為你是妖怪 對啊 你啊 你啊 你忘了老師有教過我們嗎 不可以以貌取人 這樣是很不禮貌的耶 那好吧 對啊 那你怎麼會在這邊啊 我原本不是住在大海裡 我是住在河流的出海口 可是啊 海水一漲起來 我的家就被淹沒了 所以我現在找不到回家的路 只好在大海裡面流浪 原來是這樣子喔 我有聽說過 老師有說 我們台灣的北海岸呢 是那種沉降海岸 也就是陸地下降 海水上升 所以啊 你們家的河水 一定是被海水淹沒 難怪喔 你會流浪到這邊來 我好想回家喔 因為我覺得大海裡面好恐怖喔 都有那種很兇的魚 游來游去的 像我剛剛就有看到一種 嘴巴很大 然後牙齒尖尖的喔 那是什麼啊 你說的該不會就是那個 我們大海裡面最恐怖的 大白鯊 好恐怖喔 大白鯊喔 那我再問你喔 有一種啊 是牠身上有很多腳 然後頭大大的一顆 是什麼啊 是不是有八隻腳 對...有八隻腳 而且牠還會噴出那種 黑黑的墨汁 對啊... 那到底是什麼 好... 那個是章魚啦 章魚 那我再問你們喔 有一種啊 牠是白白 透明的 然後身體會抖來抖去啊 那個又是什麼啊 你說的那個該不會就是 水母對不對 老大你不是就會模仿 那個水母的嗎 模仿一下嗎 對...看我的喔 看他 好好玩喔 你模仿得真的很像耶 對... 對了 你們大海裡面 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吃啊 我現在肚子好餓喔 那有什麼問題呢 我們就是要好東西 跟好朋友分享嘛 對... 有了...你看 這邊有海草喔 這很好吃耶 你吃吃看 海草 我都沒吃過 好好吃喔 謝謝你們 不客氣 雖然我現在還是覺得 大海裡面很恐怖 可是你們兩個都對我好好喔 你們是我在大海裡面的好朋友喔 其實啊 我們本來就一點都不可怕嘛 對啊...而且啊 今天能認識你 我們真的好高興喔 那我還要再繼續找我回家的路囉 等我找到回家的路 你們一定要來我家玩 我再請你們吃好吃的東西 沒問題... 那是一定要的啊 那路上小心囉 好...拜拜... 拜拜... 走了... 回家囉 各位小朋友 今天的瘋狂地理劇 是不是很有趣呢 對啊 而且啊 休息了一下 小腦袋好清楚喔 哥哥 你再告訴我們有關 台灣北海岸的知識嘛 好喔 不過 鴨鴨妹妹啊 你還記不記得 上一個禮拜 我們的漢堡爺爺跟布丁奶奶 才剛剛去北海岸玩呢 對...我都忘記了 上個禮拜他們參加旅行團 才剛回來喔 對啊 所以啊 現在啊 任何關於台灣北海岸的小秘密 問他們兩個就沒錯啦 哇 有漢堡爺爺和布丁奶奶 真的太棒了 只要有不懂的 就問他們就好啦 對啊 我想想啊 這個就叫做 哇 所以小朋友 你們一定要很喜歡 你們的爺爺奶奶喔 沒錯... 現在啊 各位小朋友 現在就把眼睛張大 跟著我跟芽芽妹妹 一起去看今天的 地理小百科 GO 哈囉 各位小朋友 大家好啊 又輪到我們上場了 我們那就是上通天文 下通地理了 布丁奶奶 還有我漢堡爺爺 嘿嘿 我剛才那個乖孫瘋狂博士啊 講的有關這個北海岸的小秘密 你們是不是都寄在小腦袋瓜裡了呢 如果呢 聽不清楚 沒關係 現在布丁奶奶 還有我漢堡爺爺 要說得更明白讓你了解喔 上次啊 我跟那個漢堡爺爺啊 去北海岸玩 嘿嘿嘿 我特地真是漂亮啊 沒錯 爺爺告訴你們啊 台灣的北海岸啊 就是包括了這個台北線 還有基隆沿海的這些地方啊 嘿 這個和北海岸相鄰的地方啊 就是中國的東海了 東海 嘿嘿 而且啊 我們還沿著這個北海岸的 濱海公路啊 一路玩 風景啊真的是十分漂亮啊 哦 對對對 一邊是山一邊是海啊 沿途啊 開發了很多的風景觀光區喔 哎呀 我們首先啊 就到了這個富基漁港 沒錯 富基漁港啊是在這個富貴甲 這個富貴甲是個甲灣地形 這個魚類呢 就喜歡在裡面躲來躲去 所以啊 這魚產非常的多 哎呀 海鮮很好吃呢 啊 下午的時候呢 我們就到了野柳 哦 野柳呢 也是一個甲灣地形喔 而且啊 有非常多的海石啊 風石的地形 形成了海石平台 海石岩 那風石地形呢 形成了很多的蜂窩岩 還有蜀壯岩 哦 有有說得到這個蜀壯岩 哎 女王頭 哎是最有名的 還有仙女鞋 都是這個北海岸啊 岩石特殊造型之役 也是野柳風景區的代表作 哦 那接下來呢 我們還到了這個石門鄉喔 石門鄉去看石門洞 石門鄉啊 是台灣最北的一個鄉喔 這個石門洞啊 洞口約八公尺 都是海石侵蝕出來的喔 而且因為地科技家的關係 這洞口還在不斷地向上生長啊 對 對 我記得啊 我們還拍了很多照片啊 照片啊 這部布丁奶奶啊 我必須跟你坦白一件事情啊 怎樣 照片拍得很漂亮是嗎 哎呀 我可是特地化得妝啊 不是啦 我不是要說這個 我要說的是啊 我們那個相機啊 裡面 沒妝底片 沒妝底片 什麼啊 沒妝底片 不就沒了嗎 等一下 等一下 不好意思 我忘記了馬路 我下次會注意的 唉唷 你真是好普通了啦 唉唷 那我們現在怎麼辦啊 好啦... 那時間也不多啦 我們先去看看 小朋友唱歌跳舞好了 好啦 別生氣啦 那我們一起走吧 走了 一起動動喔 各位小朋友 大家好 各位小朋友啊 剛剛看完地理小百科之後啊 現在啊 相信你們對於台灣的北部海岸 一定有更多認識囉 所以啊 各位小朋友 現在輪到瘋狂博士我出題 來考考你們的時候囉 請問 台灣的北部海岸是什麼海岸呢 哇 各位小朋友 我們一起動動腦想答案 好不好 好 好 一起來囉 只有長動腦 膠袋才會好 休想地理家 馬上就衝發 Yeah 好 2 3 3 4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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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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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上下雨满 彷彷彷彿 出左前 出右前 多想笑 多想笑 换着你 去咚咚咚 夜晚地 迷迷迷迷迷 舍我大爱 狗居 跳球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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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疯狂 或是走 跟着疯狂 或是走 我是小小弟 家的飞 快乐来解答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 都听完这首欢乐的 洞洞脑课之后啊 有没有跟着疯狂博士 一起做洞洞脑操 还有想答案呢 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 请问台湾的北部海岸 是什么海岸呢 答案就是 沉降海岸 认真学习的小小弟弟家们 你们答对了吗 时间也差不多了 又要跟各位小朋友 说再见咯 那你们今天 有没有认真的在看呢 芽芽 妹妹 你还有时间担心别人啊 你自己呢 今天关于台湾北海岸的小知识 你都学起来了吗 当然有咯 好啊 那我考考你咯 请问 台湾的北海岸 主要是什么地形八达呢 我知道 是沉降海岸 那我再考你啊 沉降海岸 会形成怎么样的地理景观呢 这很简单啊 沉降海岸会造成 夹角 谷湾 逆谷 海石等地理景观 而且北海岸 还是我们学台湾海岸线中 最曲折的一段耶 太厉害了 既然这样啊 对了 我的蜂蜂实验室缺一个助手 这样子好了 芽芽芽 你下次来帮我的忙吧 真的吗 对 那么 现在蜂蜂博士就正式宣布 宣布芽芽芽 成为我疯狂实验室的 超级小助手 我是超级小助手 但是 芽芽芽芽 不准在我的实验室偷吃东西 我知道你最贪吃了啦 我知道了啦 我会乖乖听你的话 好 各位小朋友 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么我们就要跟各位小朋友说 再见了 拜拜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更精彩的内容 也可以看这里